1995年 做乐本的新干线 当时我们还比较落后了 它当时达到275公里的速度 那时感觉是真快 现在就是说我们300到350公里了 现在去坐他们的高铁 就没有过去那么新奇的感觉了 我叫吕光仁 1980年大学毕业 学的是铁道工程专业 毕业以后一直从事轨道维护技术工作 研究轨道已经有35年了 应该说正好是新中国年龄的一半 中国铁路迄今已有140多年的发展历史 当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 也就是1949年 能够维持通车的也就仅1万多公里 到1978年运营里程有5.2万公里 到2018年底达到13.1万公里 可以到地球三圈 建十年来 中国的高速铁路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现在中国已经建成了四重四横铁路 从南南隔壁到东海紫边 从连海学院到热带雨林 人们的出行都享受了公交化的便利 中国的高铁路连经历非常高 可以说跟时钟一样的准 在1000公里范围之内 我们的整个旅行时间比飞机还快 在中国的高铁上 350公里的车厢内 旅客的行走有路行天行不 日本的新干线能够树香烟不倒 我们中国的是能够做到树一枚燕壁不倒 2018年底 中国高速铁路的燕业里程 达到了2.9万公里 是全世界高速铁路燕业里程总和的两倍 高铁运营10年 累计发送旅客总量已超过100亿人次 中国高铁还在继续进行当中 中国的希望呢 有更多的人能够享受高铁出行的地面